圣地牙哥县证实 日前出生在该县的一名婴儿 患有由债卡病毒而引起的先天缺陷 当局也证实这是该县首例 母亲在外地感染债卡病毒之后 回到本地产子个案 当局敦促怀孕妇女 避免前往债卡疫区 至今圣地牙哥县一共出现 87起债卡感染个案 当中全部患者都是在旅行当中 染上债卡病毒 伦敦市长萨迪克汉表示 伦敦在英国脱欧之后 希望与欧盟维持良好伙伴关系 并且强调 如果欧盟采取任何措施 惩罚英国 双方的利益都将受到损害 英国于今日启动 离斯本条约第50条 正式开启脱欧城市 谈判过程将长达两年 目前共有约100万欧盟公民 居住在伦敦 一如外界所料 三星SA有两款型号 分别为SA及SA+, 屏幕分别是5.8寸 以及6.2寸 均为曲面屏幕 SA的屏幕是最大卖点 屏幕用尽手机 左右两边的空间 仿如无边框设计 手机也取消了传统的Home键 指纹识别感应器移到机背 让屏幕可拉长 比例达到18.5比9 此设计令屏幕变大 但手机体积却缩小了 美国将于3月30日 开始接受预定 4月21日发货 售价估计约为900至1000美元 北韩领袖金正恩兄长金正南 上个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遇刺身亡 马来西亚及北韩政府 一直就此事件交涉 有日本传媒报道 马来西亚警方已经撤销 向三名北韩籍疑犯 发出的通缉令 三人已经离开北韩 入吉隆坡的大使馆 为谈判铺路 此外脱背者组织 自由朝鲜运动协会周二晚上 于波州向北韩境内 发出30万张宣传单张 以告知北韩民众 金正南遇害消息 国务卿蒂勒森可能会于 四月出访俄罗斯 但未知确实日期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福特周三表示 蒂勒森将会于出访俄罗斯时 与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会面 另外蒂勒森将于本周五 到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外长会议 而他早前在访假行程当中 强调对北韩采取强硬态度 令朝鲜半岛局势紧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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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